你是不是看上了靖家那小子了 我 我怎么可能会看上他呢 我看上谁都不会看上他 孙女 跟爷爷说说 是什么时候的事啊 我 我也不知道 有一阵子了吧 那你的心思他可知道 我不知道 不过我知道他心里有我 有你 有你就好 有你就好 冷大将军 您怎么在这儿 过来 坐下 冷将军 喝完了再说 没个规矩 怎么 这点酒就受不了了 那你还有胆子借我军营撞伤兵 冷大将军 乔州上边混击军营是我一个人的主意 冒犯之处我向您赔罪 还请您莫要怪罪他人 你就不怕我 不允许你再和小月来往吗 冷将军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嗯 嗯 刚觉得你有胆识有担当 你就给我看你这点出息啊 您这话好像不是在骂我 哼 我还要说 冷将军 冷将军 请您放心 我一定不会让冷月受半点委屈 你别以为我人在西南 对京里的事就一无所知了 古董圣上给小月和小锦黎赐婚的人 就是你爹 这这当中定有什么误会 没错 是有误会 坐下 我要是猜得不错 一定是你爹的那些眼线 发现了我身患重病 而且对朝廷瞒而不报 又加上钱字印私注铜钱的事 就认为我命不久矣 打算在临死之前 为冷家割下西南的地盘 他生怕我在钱州对你们不利 就想出了这么个结亲的法子 牵制我 你爹这个老狐狸 还跟年轻的时候一样 一肚子弯弯绕 人死了 我爹这些是 你爹这个老狐狸 我们不得不死 有些人 你爹这个老狐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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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已经查清楚了 当年的事您早就知道了 军队 有军队的消息来源 当年的事虽然隐秘 但各种动静拼凑起来 总能判断出一二 当年冷家为了自保 却有不道义的地方 我接掌冷家以后 也曾想要做些弥补 你爹手下抓捕所谓的漏网反贼 我就能救的都暗中救了下来 可惜此事我毫无凭据 只是心里轻重 但又无法说服世人 你爹虽约我不合 但他为人重情义 极恶如仇 家父之前做的所有的事情 都是因为驸马对他有喜冤救命之恩 没有人比他更知道蒙受冤屈的痛苦 现在已知此事内情 他绝不会袖手旁观 你小子虽臭名远播 但这几日我观察下来 你还是有种的 所以我就且相信你这一回 等日后我回到长安 一定要跟你爹 好好地喝上几坛子 把这些年背后互骂的话 全当着你爹的面 骂得痛快 将军 您不打算先回长安找几个良医 医治一下您的病吗 军旅经过这么一折腾 元气大伤啊 在朝廷派出合适的人 能够挑起这个大良之前 我哪儿都不去 你们死性回京 必定凶险重重啊 我无论说什么 小月都定会同你共进退的 我就这一个孙女 就托付给你了 你要好好地疼她 否则 我就是拼上我这条老命 也要踏平你们警驾 冷大将军请您放心 晚辈 不求公业 不求生命 一生治下 唯有冷冤一人 冷大将军委以重托 晚辈定不会辜负 等一下 这什么啊 是 吴将军 最近考生汇聚长安 你们辛苦了 都是分内之事 岂敢言辛苦 将军就是要出城嘛 对